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笔他 雪雨 三笔他 严怡婷 我们的TVO 于天丽 我们的主手 陈振宇 龙兽介绍毛人粉丝 李健 我是主唱李维忠 你知道能交差吗 当时我给我插过来 来来来 赶紧给你 我是找到了周梓芬老师 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的变身音乐人 但是就是他答应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很迷茫的 他后来告诉我 其实当时我是懵的 我并不知道他们可以做成什么样子 你们以后技术的练是 我们队长今年已经30岁了 我们队长今年已经30岁了 他是个乐痴 他加速在晋三 他要来排练的话 单程的话有两个半小时 节奏吉他手 徐振宇 绝霸 他是华世大的第一个法学系的全盲的学生 他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孩子 他是个电子兽被迷 鼓手陈振宇 是我们这里最小的一个孩子 他因为是全盲 他对自己的肢体的空间感 就比较像 各种的动作 他可能要练成千上万次 才能固定到一个正确的姿势 余天璃是我们这里的余经理 第一势里的孩子 原来来的时候我们叫他大叔 比较古板 但是现在他就是个非常活力的年轻人 我们的主唱丽敏忠 非常好的一个助手 他其实大家的大哥 学长 他也是大家的声乐指导 李健是我们美爱的副理师长 现在也是我们这个不靠不乐队的调音师 我们的厉害长 他是我的黄金搭档 我跟他一听 我一听 又叫包子 在忙笑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是个刺猬 他经常就会无端端的就咱们 我是希望用音乐来疗愈他们 事实也证明了 参加了我们不靠谱乐队以后 人也越来越阳光 笑容越来越多了 乐队有一个魔力 它就是能把人慢慢地打磨好 这个就是团队的精神 由于你用颜色浓台 那是写人感到贴力 这就是主监 m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